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段时候有一些调查 像你幸福吗 还有你从哪里来 就是街头调查 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的话题 是关于GDP的 我不知道 对位知道GDP什么意思吗 那应该就是GDP 那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是国内生产总值 生产总值 你知道你生几个小孩啊 你知道GDG是什么意思吗 GDG啊 也跟生产有关吗 GDG是郭德纲的名字的缩写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可爱的调查 来看看 首先是压根不知道GDP是什么的小伙伴们 这个我以前好像听说过 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 是一个职业的名字吗 是一个职业的名字吗 我听过GPS的 但是这个没理由 你好 我问两个问题 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啊 这是 你看他 中国内生产总值 什么 国民生产总值 是吧 再来是搞不清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小伙伴们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认识吗 这是GDP嘛 嗯 它是什么意思啊 国民生产总值嘛 是国民生产总值吗 这不是GDP GDP GDP 不错啊 国民生产总值啊 你说那国民生产总值是GNP 不不对 GDP 是GNP GDP N是national吗 是国民 这个D是domestic 是国内的 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对 国内生产总值 还有活学活用 并且非常热情的小伙伴们 当然每到街头调查时正经的 有见地的回答 大多不会被网友记住 只有那些神回复 才会触动大家的笑神经 大哥您好 打扰您一下 我想问问您 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GDP 您觉得它跟您有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是吧 没关系 那您觉得如果GDP总量上升的话 您的这个公司的收入啊 会有会跟着相应增长什么的吗 没有 我的公司总是这么多钱 那您的收入您觉得跟GDP有关系吗 没关系 跟您天气有关系 天气好了 我的生意的好 新闻在线 编辑报道 大家可以继续